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护肤界我最近新了解的另外一个比较偏冷门的领域吧 我不知道这个领域大家知道的人多不多 反正我第一次知道呢是因为通过一个伦敦的博主 然后看他的视频知道的 他跟另外一个就是伦敦的博主好像就是两个人 他们年纪都会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他们在就是护肤领域还有美妆领域就是特别特别的有影响力 基本上很多人都非常相信他们俩的那个观点 或者是给出的那个建议什么的 所以一般他们俩就是推的产品之后都会比较火 或者是卖的很好 或者是真的很好用什么的 就这一点 所以大家就对他们的信任感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当时看他的视频 然后他就有说一个叫Dermarola Dermarola其实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就是微针的滚轮吧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以后会不会觉得天哪好恐怖啊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微针的一些滚轮 然后那个针就是跟行器一样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太疼了 直到后来我就是一直看好像有人在做这个 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 然后我就去google了一下 就是想买一款那个Dermarola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那个什么 我不知道是瑞士的公司 然后叫Sweet Clinic 就是在那个google里面出现了 因为当时那个伦敦的博主呢 他是说他的那个Dermarola是就是随便在亚马逊上买的 我也不想就是随便在亚马逊上买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想找一个就是比较可能 至少是一个公司吧 就不是私人卖的一个产品 而且加上这些东西就是微针嘛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用到皮肤上 不想就是产生比如说可能他材质不一样什么的 然后就会产生副作用什么的 所以我就当时为什么就关注了这个公司 关注了一段时间 直到最近他们做了那个什么圣诞折扣嘛 然后打了30%折扣 所以我就打算入手 然后打算试一下 刚开始其实我犹豫了好久 因为我觉得我的年纪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需要用这种你知道吗 感觉有一点恐怖的仪器在我的脸上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 网上其实有人就是有年轻人也在用这个 然后大部分他们就是因为可能他们之前长痘 然后会留一些痘疤 还有一些痘印什么的在脸上 然后他们用这个以后发现就是赶上非常非常的多 OK然后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微针的原理吧 然后我在网上就做了一下功课 所以我就直接在里面给大家听了 然后微针美容的原理呢 就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刺激皮肤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微针可以做出超过几百万的微细管道 然后另一些活性成分就是有效的渗入皮肤中间 当然就是它这里是说比如说你配合什么去皱纹的 还有美白的修复的 或者是认神纹的 还有去疤痕的这些特效产品 它会让这些产品就是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当时买的这个就是它上面写的是 如果你用微针在护肤之前的话 用微针的话 它可以让你的产品吸收达到百分之三百 我觉得这个数真的听起来很高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为了一个marketing的原因 所以他们就这么说的好 然后它说从而呢就是简单一些皱纹呀 还有治疗疤痕 还有妊娠纹 可以让肌肤就是美白 然后简单色斑什么的 同时呢微针可以刺激到真皮层 然后通过就是修复型胶原蛋白 来皮肤的自愈能力 其实它大概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微针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产品的吸收 然后让吸收更好 第二个呢 它说的就是它可以刺激你的真皮层 然后让你自己的皮肤 就是好像在觉得 哎呀我要马上修复了 所以它就会自己自身的产生一些胶原蛋白 然后让你的皮肤就看起来更好 微针的长度呢 它大概就是分为0.2毫米 0.5毫米和1毫米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尝过那个的 因为我当时就是只了解了一下最基本的 然后一个入门款嘛 所以大部分就是建议如果你是入门的话呢 建议从0.2毫米开始 然后我看另外一个国外的博主是这么说的 他说0.2毫米呢 因为它的长度就是不能真的刺激到你的真皮层吧 所以呢它只会就是说 如果你用0.2毫米的话呢 它只会就是帮助你后续的产品的吸收而已 就是吸收加倍而已 然后让你的护肤的那个效果更好 它说真正的就是能刺激到真皮层 然后让你皮肤产生就是自我修复 然后产生自我胶原蛋白的话呢 的长度是0.5毫米开始 所以呢如果大家就是开始用0.2毫米 觉得比较就是有把握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才会换就是0.5毫米 至于关于1毫米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就是说建议是去专门就是有证书的地方 然后做这个那次就是好像美容院或什么的 然后做这个项目 就是不太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 因为我看视频的时候有个女生就说过 她用的是0.5毫米的 然后她是不是可能用的就是下手太重了就会见血 大家知道吗 毕竟因为她是真的那种嘛 所以我觉得她可能就是用的太重了 因为我当时看这个英国博主呢 她就是也是用的0.5毫米的嘛 但是她只是说脸上会有一点点红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tingly的感觉 但是没有见血的那种 这一次呢我在他们家就是买了两个产品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那个Domerola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这个精华 这个一个套装呢是原价是80几磅 然后打完折后是60几磅吧 反正她邮寄的速度还可以了 反正我是基本上12号她邮寄出来的 然后今天是15号就收到了 所以还蛮快的 我觉得她好像可以邮寄别的国家 但是你得跟他们联系什么的 然后反正邮寄英国的话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 然后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买的这个 我买的是那个0.2毫米的 因为我不太想就是太残忍对自己 然后她是在一个这样的盒子里面 她说她的那个材料呢是那个医用钢材做的 所以就是应该会比较放心一点的 我觉得因为毕竟真的是去亚马逊上买的话 我不太因为很便宜 亚马逊上超级便宜的 可能才四五磅五六磅你就可以买一个吧 但是这个非常贵 这个价格大概是四十几磅就买这个的话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消过毒了 等会我再跟大家就是详细的说一下 那个什么用之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迷你的那种 感觉是不是 然后我今天在手上试了一下 我没有太多感觉 就是我不会觉得疼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是感觉为零了 OK 然后我想在用之前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使用这个Domarola 其实用这个微针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防止感染 因为这个它毕竟是 就是扎那个小的那个针眼在你的脸上嘛 所以在用之前要用那种 就是可以比如说可以用在皮肤上的酒精什么的 然后把它就是尽量浸泡二十分钟 然后二十分钟之后呢 你把它拿出来 然后晾干 晾干之后再开始使用 使用完之后呢 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也用酒精 把它消毒什么的 我看它这个网上 它有就是额外的卖一个什么那种喷雾什么的 但是我没有买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嘛 然后想着家里有那个就是这个 我用的是上次我打耳洞的时候 然后他们给我的那个什么 就是类似防感染的 还有清洁的那个水嘛 所以我就用这个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 使用的方法呢 它就是横着 然后竖着 然后再斜着 这样子 从额头可以开始吧 用完Domerola之后呢 你就可以涂一些保养品什么的 然后我就打算直接用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它是一个好像可以帮助什么 胶原蛋白什么 产生就是更多胶原蛋白的一个产品吧 它是这种透明的质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还蛮水润的 我看了一下 然后我今天在我的耳朵后面试了一下 因为我怕我对这个产品过敏 所以我就在我的耳朵后面试了一下 大家就是尽量的先试一下这个吧 非常非常的水润的那种 没有任何的味道 OK 然后就让我们开始吧 因为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说 我已经泡过了嘛 所以就已经消过毒了 然后让我们先从额头 额头开始 对 现在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参数这个 OK 然后我们就先是这样子 然后下一轮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而且你可以用脖子上面 但是这个问题是 我没有用很大的镜 如果大家是刚开始做的话 千万不要用很大的镜 好像有一点点红是吧 嗯 对 但是真的一点都不疼 一点都不疼 OK 然后让我们再竖着用吧 因为我的镜子在这边 所以大家建议 不太建议我看这边 有的人是建议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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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推一下 然后把它拿起来 就是有人不太建议 就是就是类似 好像一直在脸上 这样滚了滚去了 我刚才使用的方法 应该是错的 OK 然后再斜着后 斜着这样子 他们说好像一次 就这样滚 大概三到四次左右吧 反正如果滚额头 是没什么感觉 为什么老说额头 额头 这是我今天第一次使用 哦对了 忘记跟大家说 就是他说使用的次数 我刚开始看 现在有一点点 感觉热热的感觉 我刚开始看网上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 嗯 他的使用方法就是 一个星期 比如说你使用五天 然后你第二个星期就要休息五天 然后再用五天 什么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用的 比如说你用六天 你就休息六天 然后再用六天这样 但是后来呢 我看另外一个男的 就是他皮肤超级好 他之前就是也是有那个什么 就是痘印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他是用这个嘛 他就说他可能一个星期 或者是两个星期 才用一次的那种 所以呢 我可能就不太打算 就是每天使用 然后用一个星期那种 我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使用一次 然后先给大家就是 到时候回报一下 就是效果怎么样 什么的 OK 额头就弄完了 然后就开始廉价 廉价 然后他们建议就是 有 我看那个英国的博主 他是用在眼皮这里 他说非常有效果 但是我不太敢尝试 所以我先用这边吧 这个我当时就是洗完脸用的 然后他们是建议你洗完脸以后 就是清洁完任何东西以后 才开始用 看我用的方法都特别的 那个什么 就是按顺序来 我看那些就是专业的人 都是这样的 直接这样揉的 我也觉得好厉害 OK 然后另外一边 我主要是想去这个 我觉得可能年纪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纹 比较明显是吧 不好意思 有那种咯滋咯滋的声音 整体用起来 我们真的没什么感觉 就是我脸上不会觉得疼什么的 哎呀 这个声音好讨厌呀 我就是发现我的皮肤有一点点红啊 但是没有什么很多其他的感觉 脖子的部分 他们说脖子也可以滚 基本上没感觉 脖子 我还以为会很疼 因为我觉得脖子这种地方 应该很敏感的 然后千万不要尝试用很长的滚脖子 因为我不想看见悲剧发生 所以用这种0.2毫米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脖子下面有疤痕 因为我不是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就是我小时候不小心烫上过 然后所以我脖子这里其实有疤痕 可能为什么有人就会说 我大小脸比较严重 或者说我嘴巴是歪的 就是这个原因了 鞋子怎么滚这个地方呀 这样滚吗 然后用完之后呢 就上这个精华他们家的 我打算就是上完这个精华 就直接睡觉 我不打算涂 就是我的其他任何产品 因为我不想就是产生那个什么副作用什么的 然后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测试一下这个产品呢 因为我当时在看那个什么 Google搜他们家这个公司 然后看人家是写那个review的时候 有人说对这个产品过敏 所以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先测试一下耳朵后面什么的 因为其实我在Google的时候 关于这个公司的信息 大部分来自就是可能一些他们就是赞助的一些博主什么的 所以很少 然后唯一一个就是我看的那个英国博主 他有就是有个视频中间说过这个牌子 所以我当时才就是决定买的 如果他没有提到的话 我就不会买这个牌子 因为他一般很少接那个就是广告什么的 嗯大部分他就是自己就是发现一些新产品 然后使用感受 然后给大家说的那种 OK 然后我的第一个treatment就完成了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用完之后的感受吧 我现在就是觉得脸上有一点点热热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并不会觉得就是很疼 所以我觉得0.2毫米对于我来讲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不会影响我正常生活的那种 下个星期五呢 我会可能要不就是拍照片 要不就是再拍个update的视频什么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大家就是有这方面的更多的专业知识的话 也请跟我分享 因为我真的是这个方面的小白鼠 现在我就觉得自己是小白鼠 对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尽量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外国博主 他们是怎么说这个的吧 然后我会把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连接什么的 放在我的视频的下面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就是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方面比较清楚 因为有个女生她在网上就讲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简单明耀的就是跟你讲了 你在入Demorella之前 你一定要了解的几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错误的一些用法 对 有一个错误的用法 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可以就是消除那个什么 叫什么痘痘嘛 因为我本身不长痘痘 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问题就是它只能去痘印 或者是如果你痘痘留下的那种凹的 那种就是凹凸不平的皮肤 它这个可以帮助的就是帮助那个去疤痕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的痘痘是那种发的期间 就是你正好是长得很就是active 他们叫active acne的话呢 呃就是不能用这个哈 因为这个它是那个针的话 它会把那个痘痘戳破嘛 然后它会把那个就是类似细菌什么的 然后全部就是弄在你的脸上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决定 所以如果你有痘痘的话 就是现在还是那种就是活性痘痘的话 千万不要用这个 只能就是去痘印而已 OK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接下来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我的相机快没电了 拜拜